中方在充分的尊重阿富汗国家主权以及国内各个派别意愿的基础上 同阿富汗塔利班等保持着联系和沟通 一直在为推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正如大家知道的7月28日 王毅国委员在天津会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 我们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同阿富汗的各党派各民族团结起来 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为阿富汗实现持久和平奠定基础 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多次表示希望同中方发展良好关系 期待中方参与阿富汗重建与发展 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长期以来中方始终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始终不干涉阿富汗内政 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 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前途的权利 愿意继续同阿富汗发展目铃友好合作关系 为阿富汗和平与重建发挥建设性作用 阿富汗 bereit